Royal 我覺得一野結合本來就是一個趨勢吧 那特別我們兩種職業運動都是台灣球迷很喜愛的 那也許在地區的屬地性來看 統一是在台南 那我們是在新竹市相距遠的一點 不過我覺得這個 因為今天我們是小孩子的這個 日子 專門是給小孩子來玩的 那我們認為就說 可能這個 統一式的吉祥物 Riant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這樣子的場合出現 那 至於會不會以後就是跟另外一個職業人來棒球球團來做一夜結婚 我覺得 這是有可能的 當然我們會把我們自己希望看到的 還有 可以合作的 想法有更多元的一些 的一些動作 也不是說職業比賽一定要弄得很花俏 也不是說職業比賽一定要弄得很花俏 可是我們一定要照顧到我們球迷的需求 我們也希望這是對他們來說一個合家的可以全家一起來參與的 然後小朋友回去也覺得玩得非常的高興 那我覺得這對這個運動的推廣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很年輕很小的時候呢 也讓他們對這個運動或這樣子的場合產生了興趣 那也許長大的時候他們會對籃球運動會更具有一些想像 那我們自己本身都是當籃球員出發的 所以我們其實並不需要太多的推廣 跟行銷 我們就是 自己就 一頭的投入出去 可是因為現在我認為社會已經越來越多元 而且呢 在小孩子的娛樂 也是越來越多的選擇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真的必須要對我們的運動多做一點投資 對於這個運動的 特別是未來的小朋友的參與的可能性 我們真的要更多的 一些想法 那這樣子才能 真的讓這個環境 繼續的 可能會有一些熱度 那 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在 場邊的活動之外 我想 球迷可能也會很多就會去 對於 比賽的過程啊 這些東西都會有很不錯的一些建議 那畢竟我們是一個新的球隊 所以 這種半場的活動 未來的主體育 我們應該都會做出 聽取球迷的一些想法 那我們會加以改進 就算了 先別人 我們下次再見